我们这属于第二印象的不是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就是韩国的灯 都比中国亮一点 我对韩国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他们晚上的灯光会很亮 因为他们是白光 而中国的时候我们晚上在外面的时候都是一些黄光 所以就感觉它会很亮 因为在16年的时候我们来韩国打过比赛 所以现在16年 也可以来韩国玩啊 炸鸡 炸鸡可以 我就想吃了韩国那种活状鱼 挑战自己 他还吃活状鱼 小的一点点的 整吞 活状鱼不是有伤害的吗 对你可以抓住视频的伤害 对有伤害 因为之前有人吃了活状鱼是吃死了 吸管吸到喉咙里面 那你还是活活状鱼 对啊 挑战啊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活的 对啊 活的 刚才你抓着呢 趴在你手上 然后挂着你 拿 酷 我们来到韩国那边海外大区 我们的优势应该就在于我们的之前在王手荣耀这款游戏上的花的时间比他们更多 然后另外的优势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竞争会更大 所以我们的整个对抗环境跟我们的进行环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压力会更大 所以来到这里可能会 压力会小一点 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们松懈 因为我们毕竟代表的是KPL 毕竟代表的是KPL 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明自己 证明KPL 我还是以前一样 我还是辅助位置 然后主 主要任务就是大局吧 然后把什么对我融合起来一起往上提高 这是我的主要任务 为什么是万年老二呢 我也拿过冠军啊 怎么是万年老二呢 这可能就是说 有可能在韩国 他可能竞争会小一点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我们主要目标还是在夏季下的冠军杯 所以跟第一地一样没什么区别 重点是要给中国的玩家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舞 来了就干 来了就干 你怎么干 我觉得我想说一下 因为这次跟我们好像有另外三个俱乐部 这些认识 对吧 这个GK和黑奥的 他们这次也是同样的代表我们中国的KPL来到韩国的 所以也希望同时他们也能证明自己 然后在他们的军动部里面一样的打出该有的效果 然后一样的发光光亮 有点压力 一点点压力 一点点压力吧 反正压力还是蛮大的 毕竟很多赛区的人都过来了嘛 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运竞争嘛 然后包括中国 KPL也是 也还有其他队伍的人 对吧 也会有压力的 其实你去哪个队伍都会有新的问题 就是你只要打直接你每天都在遇到新的问题 只要你去积极的去面对它 去解决它 就解决它就行了 其实这个语言也是我们现在 我们两个人是最大的困惑 也就是困难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把语言沟通的 我们会列一些简单的语句的表格 然后有韩语、英语跟中文三个语言 然后我们通过双方的就是多交流的情况 把这些单词记住 简单的一些交流应该是没问题的 希望这个最终效果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过程上可能会很麻烦 因为两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出来 词翻译过去的词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通过时间去磨练嘛 人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们最大的目标是我们 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话 那其实他们的打法跟训练方向 其实他们可能会往我们这边接近 但是我认为每一个队友都有每一个队友的风格 不要去 我建议着不要去强行学另外一个队友 可能我到了KPR 那KPRKPL KING DONG 就是战队 那可能到时候我们打出来的风格就是KING DONG 的风格 当然会把KPR的一些就是自己那边就是 比他们明显的一些地方带给他们 让他们变得更强 让他们变得更强 MING PAO TORONTO